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台股在前兩天稍微修正一下之後 今天很快的又再度指紋 中場的指數上漲了50點 那收盤的價位是10936 跟盤上最高點10942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說今天幾乎是收了一根 還蠻扎實的一個十幾的紅棒 雖然說前兩天的高點還沒有做一個收復 但是呢 我先講結論好了 那台股昨天跌是因為華新科跌停板 國巨跌停板 和聲堂跌停板 因為主流股做拉回 所以昨天大盤賣來就比較重點 那今天漲上去是因為主流股它又再度轉強 那昨天呢 跌停板沒有人要買的 像國巨的部分 尾盤收漲30元 收在913元 雖然說離昨天找盤的高點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你看得出來就是說主流股它那一個韌性 震啊晃啊創高拉回打下去之後又彈上來 怎麼玩都玩不死 這種主流股就是非常的厲害 比如說華新科 開小高殺下去再拉上來 翻紅314 漲8塊錢做收 那這種高價的主流股變成當沖的天堂 沖上去殺下來 放空的也有 做多的也有 當沖的也有 隔日沖的也有 非常的論 那量價都在這一邊 但是因為基本面太過強勢 怎麼震都震不死 空它一路增加 空的壓力越來越兇 那今天最強勢的是什麼 是這一檔 奇異星 那不但收賞平板 而且它是創下全新的天價 那為什麼這麼強勢 因為我說電主是全新的主流股 而且今天有會員就透過LINE在問鄭老師說 老師 那之前你請問買的奇異星手上還有 營業員打來問說 有人要來借股票 要標借股票 為什麼 因為呢 現在被動人見股空乾一堆 當漲全班鎖住之後呢 你要當軋的 你補不回來 怎麼辦 你就要去標借 要付利息 那複合利息大概1,500% 所以當天就是說 不只是賺了漲全班 還另外多賺5%的空單標借的利息 所以一天賺的是5% 所以現在就是說整個被動人見股 它基本面對最強 它股價最厲害 累積空單量的一堆 你就不要看到這種漲全班的走勢 一旦開始漲全班鎖住 那種軋空壓力一旦引爆的話 那種軋空的行情 會越影越力 越影越力 那奇異星的部分 漲全班是今天的最強勢的被動人見股 那這個等等我們再來談 那我再回到 我常常在講的一個觀念 我說 當初我們也懵懵懂懂台大畢業 進入到這個證券市場 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開始做研究員 口公司寫報告 寫週刊 那時候是新報週刊 那後來才陸陸續續的變成 操盤分析師 那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就一晃眼過去的 從當初那個菜鳥 到現在已經22年 那經過這麼久 當然我累積了很多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經驗跟心得 所以我也把它變成了一個 超判新法 放在我的FB的網誌裡面 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也常在講就是說 當你看到有主流股的市場 它絕對不可能是空手的市場 我再講一次 當你看到這麼明確的 去年叫矽晶圓 就今年的被動元件有過之而不及 那完完全全強度比去年矽晶圓來的強得更多 因為環球晶圓才漲到500 那國劇已經漲到了1000塊 昨天漲到1055塊 那環球晶圓呢 今年大概賺個大概二三十 但是國劇今年 我看本土券商已經估說 今年要賺超過80塊錢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因為呢 M&C還會再漲 金邊電圖正要漲 所以呢 主流股如此明確 當然這個市場 就絕對不可能是空頭市場 而且呢 我也強調說 那 上一次11000點 所留下來的高點 這兩個高點 那時候是因為挖礦股在漲 生技股在漲 或者是這個風電股在漲 那就很多的 尤其是挖礦的股票 像顯示卡 一堆都套在上面 好 所以現在的股票根本還趴在地板 你說要漲到那個套牢解套區 還漲 還漲 所以這一波拉上來 拉的主軸跟前一波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拉上來的過程雖然指數遇到 所謂的反壓區 但是 真正套牢的股票根本離解套還很遠 現在他根本不會想賣 那真的拉上來是主流股市 就是被動人件 那被動人件 把整個指數拉上來的過程 它其實沒有遇到任何的上漲套牢的反壓 它只有創新高 你要不要賣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說這邊壓力好像很大 其實它的壓力沒有你想像中的重 因為這一次上漲的架構跟上市是不一樣的 所以結論就是 我認為這個行業還會再漲 壓力沒有你想像中的重 主流股非常明確 被動人件就是被動人件 很大其一心 那我說店主將是全新的主流 所以今天創新天價是有道理的 因為 前年5月22號我就說 妄權宣告漲價50%以上 我是強調是以上 這代表就是說 它的產品的品項 最少的要漲五成 最多的是漲上倍 所以平均是漲五成以上 這樣講比較不會對客戶的吃力太大 但其實 有些品項是漲的超過一倍以上 所以是漲五成以上 代表就是說 我從上禮拜跟你講說 金兵電主要大漲 我是你提早一個多禮拜跟你做提醒 每天在這個位置 每天跟你提醒說 店主要漲了 店主要漲了 而且這一波漲很兇 某些品項會漲 兩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倍 那平均我們就抓大概五成到一倍 那我想 我提早跟你講了一個禮拜 今天算是完全驗證 完全驗證 所以妄權在前天漲價五成以上 代表整個金兵電主 正式開始啟動 全新一輪的大幅度漲價的動作 所以後面包含國劇要漲 國劇甚至是奇蹟性的母公司一定會漲 華新科25%金兵電主也會漲 大翼大概接近六成的金兵電主也要漲 那光潔大概接近八成的金兵電主也要漲 那這一輪的漲價 它會凌駕在MWCC上 因為MWCC之前已經漲了好幾次 四五次 所以就換到金兵電主 那它的那個缺貨的那個態勢那個缺孔 開始急起直追 快要追上MWCC的現在那種缺貨的態勢 所以我才會說 前面是被動元件的MWCC 像華新科國劇和聲堂 股價從幾十 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一路飆 飆了好幾倍 再來準備要輪到金兵電主 我已經講一個多禮拜 一個多禮拜 所以所有廠商將會全面就跟漲 所以我就說 被動元件之前的主流叫MWCC 再來的新主流叫做晶片電主 晶片電主 我想我已經講一個多禮拜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進進去 今天你該賺的錢應該都有賺到 好 比如說大一 禮拜後我就跟你講說一定會V型反轉 那那一天呢 第一點是 70塊 70.3元 平盤是71.6元 那結果呢 當天漲6.1% 我說中間V型反轉 那時候才70幾塊 到禮拜一呢 驗證V型反轉 漲停板 82塊半 禮拜二呢 88.5元創新高 V型反轉無誤 V型反轉無誤 到禮拜三就昨天 什麼國巨和聲堂 華新科 又打到典型板 一度殺下去 趁著低點 拉回再做加碼 會員每一個人拉回都在加碼 所以 尾班收上來只有小跌 當天買進當天就賺 結果今天呢 再漲7.3% 再創 掛牌92元的 新高紀錄 這個 波段的一個新高紀錄 所以從75塊 然後的低點 我們一路加碼 到92塊 大概一個禮拜不到 賺了17塊 總共賺了22% 所以這種主流股它非常的強 它怎麼下去就怎麼上來 而且當漲價的效應持續發酵 而且這一次的漲價 它漲價幅度真的很大 所以這個又要回歸到 我常在好像在重複在說 鄭老師的心法 好像一直在撈到這些一樣的東西 那股市達人超盤心法的第二條 我說產品漲價的股票是最標的 第三條叫毛利率網上的公司股票最標 因為這兩個其實都是 combine在一起的 因為當你產品漲價 你會帶動毛利率跳升 你會帶動EPS跳的幅度 獲利跳的幅度 比營收跳升的幅度 要快上好幾倍 當獲利暴衝 最後股價就飆 這是一個不變的道理 不變的道理 所以大約的部分 我認為後面還很有看頭 因為它的電竹比重 接近六成 那我就算了一下 如果漲價五成 漲價五成 以四月份的營收是四點之一來做計算 如果平均漲價五成 那未來一個月 可以多出大概兩億的營收 那多出的這個營收部分 將會百分之百都是獲利 因為呢 它是因為漲價 營收才多出來 但是它實際上的出貨量沒有增加 所以它的成本它的費用都沒有增加 所以只要漲價帶動的營收的成長 那基本上全部都是獲利的增加 也就是說 當營收 如果可以因為漲價跳升五成的話 代表它的獲利 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如果說漲價五成 平均 平均漲價五成以上 那我們只要說五成 代表就是未來一年的EPS 將會多七到八塊錢 那未來年度的獲利 將會上看一個股本 我的看法都沒有改變 所以假設一年可以多賺七八塊 年度獲利上看十塊錢 那看你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用20倍的本因比也好 或者用15倍的本因比也好 那不管你怎麼算 一個報價在飆漲的 一個高度成長 高度缺貨的產業 你說十幾倍的本因比 這都合理 那也代表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大益的股價 似乎仍然非常的低估 所以當我看到大益就是說 好像看到當初 國具合生堂 或者是華新科一樣 就說在那個七八十八九十 一百塊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大家只知道這個漲價 獲利還沒有特別突出的時候 結果呢 當後面持續漲價 毛利率盈利率一路衝高 結果股價 一路漲好幾倍 現在看到金邊電主 就看到當初 那個景象 那個景象 那另外 上禮拜五我就 送給大家 30個體驗名額的 電主索馬的新標股 就是364的光潔 結果呢 禮拜一呢漲停半 禮拜二也漲停 44元的新高 禮拜三 昨天創新高 盤中根的大盤 背中一件做拉回 尾盤收一個小跌 相對強勢 今天呢 尾盤幾乎收在最高點附近 創了46.8元的 波段的新高價 新高價 最高漲9.3% 哇這個非常的強勢 雖然沒有像奇迪星一樣漲停半 但是呢也是創波段新高 非常的強勢 那從38元上個禮拜開始買 到46塊8 已經大家賺了8塊8 賺了23% 也就是說 如果明後天 大益 跟著奇迪星 跟著光潔 一路都用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強度繼續往上漲 大概到明天 那其實這個大益跟光潔 應該就可以順利幫會員賺金 超過三成的獲利 我想這個速度相當快 那光潔更厲害的是 他的比重更高 75到80% 那假設 假設 旺權是漲50%以上 50%以上 那我們就假設 大益跟光潔都漲50%就好 那旺權的公告是說 新的報價從6月1號起算 6月1號起算 同樣的我認為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電阻廠 大概都是同步的 所以新的報價 大概都會從6月1號起算 假設都漲50%就好 不要說50%以上 50%就好 那目前光潔的一個月的營收 大概是2億 2億 那用大概75%的一個比重 來做計算 如果說漲50% 多的營收都是盡力的增加 同樣的我就推估說 一年 將因為報價漲5成 一年EPS 也一樣會多大概7到8塊錢 跟大益一樣會多7到8塊錢 那 大益跟光潔同樣受惠漲價 一年都可以多賺大概7到8塊 那一個股價是90 一個股價呢 到現在只有46塊 所以相對來說 光潔又比大益 要落後的相當多 所以我才會說 當初你去看說 被動元件是怎麼漲的 華星科怎麼標的 國際怎麼標的 核勝黨怎麼標的 那 當初MLCC就是因為大缺大漲 獲利倍速跳 所以股價就已經是這樣子漲翻天了 那錯過了 當然 非常的可惜 但再來新的主流就是在晶片電子的部分 這部分你就不要再錯過 因為如果說未來 這個漲價幅度五成 年獲利有機會上看9塊錢 並且 昨天的奇力心的法說 他甚至提到說 再來 還會再漲價 再來 還會再漲 所以不只是我說的MLCC 現在你要拿五倍現金去買 還會再漲 電主這一次大漲超過五成 還要再漲 所以再來 一路缺貨 下半年是忘記 只怕越影越烈 所以現在的獲利 未來還有機會再往上修 所以金面電主再來這一波 我認為將會非常非常的強勢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主流股 你不能沒有 因為主流股它太有為強勢 它量價都太過厲害 它會排擠到很多其他的類股 所以當你沒有主流股的時候 即便是投信法人外資都一樣 它那個績效其實它是會 被人家拉開那個落差的 所以主流股你是不能沒有 所以你要操作主流股 你要操作被動元件 你跟著我來絕對不會錯 那再來 除了這個主流股之外 那我們也陸續 開始佈局其他 種類的這種題材的黑馬股 比如說 我說我們要買金銀檔 索馬標股二號 那這檔股票呢 禮拜二是漲停 昨天稍微拉回 那今天盤中漲6% 再創不斷新高 第一檔剛翻上來 是剛剛起漲的位置 那這個標股二號非常厲害 因為第一個 它股價位於低檔 那非常便宜的 就低價股 而且呢 昨天 前天是第一根起漲 第一根起漲 那今天再創新高 今天再創新高 那營收的年增率 過去幾個月都超過五成 並且呢 重點是剛剛拿下東京奧運 人臉辨識的大訂單 那這個人臉辨識 未來的應用面有多廣 比如說 中國大陸現在有一個所謂的 天眼系統 就是他們到處都有攝影機 那這個攝影機呢 都有人臉辨識的功能 所以只要你有被登錄過 那你做監犯科 做了什麼任何違法的事情 人臉辨識馬上抓得到 那所以警察可能馬上就會去 把你來不起來 所以這個叫做大陸的天眼系統 所以這種人臉辨識 就是未來他的應用面非常的廣 尤其在安控的部分 那這一次英國的哈利王子 就徐老婆 那也啟用人臉辨識 未來呢 安控要求最大的像國際的重要的 運動賽事 比如說東京奧運 都會強力使用人臉辨識 來做安控來辨識說 有沒有一些危險分子的一個出沒存在 來做一些危害 所以這部分未來商機非常的大 那目前這家公司 索馬塊股2 剛剛拿到東京奧運的 人臉辨識的大單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那現在營收已經年徵五成了 那後面這個訂單持續出來之後 那爆發力會更大 同時電競的一個產品的聲音 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一次假設 這個剛剛漲上來 剛剛漲上來 從低檔剛翻上來 如果說要回到前兩個月高點的話 至少有五成的空間 五成空間 所以這一次上去要漲五成 所以如果說主流股 那我認為你一定要買 要操作被動元件 金面鏈組 當然你要跟著鄭老師做 那如果說短線你不想追高 你想再買低檔剛上來的 那這檔索馬標股2 我想今天是最後一次 我認為它差不多是一個發動的 最後的買點 你這一次一定要跟上 所以它是一個剛起漲的標股 所以我今天再給大家 最後的30個名額 最後30個名額 只要你今天來電 那我就讓你體驗這一檔 索馬標股2號 再來準備飆漲五成的 那種飆漲的賺錢的樂趣 那第三天呢 這是最後一次30個名額 把握這個機會 明天早盤 鄭老師帶你買街 等到它開始啟動 新一輪的飆漲行程的時候 那種飆漲的樂趣 你就可以真實的去體會看看 鄭老師的一個選股的功力 最後30個名額 自己把握這個機會 等會兒我們再聊 加入股票 大家好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早送到你在家裡 専門搜索 會讓誰再看 會讓人看 他會讓你進步 最新的身材 既然有不大 噓 口水 很燑 不好 商業台 G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 除了主流股被动元件 你是不得不一定要有持股之外 开始我们也着手 开始布局主流股之外 其他的有强力业绩成长题材的 其他的新的黑马股跟标股 比如说中医的部分 中医的部分 升级股的一个龙头股 因为艾滋病的新药四月份已经上架 推股五月份就会开始带来销售 会带动营收的一个成长 所以从过去的本孟比 正式进入到本益比的一个阶段 而且后面的销售是逐迹成长 逐年成长 至少要销售四到五年的高峰 目前的市值已经851 再来我认为它将会挑战当做 号顶的1000亿的市值的一个 升级股的记录 这个股价应该已经快要做了一个 强力的一个突破 在VHU短线冲高 稍微做压回整理 五月份的营收应该会不错 六月份只要并入到 木星时代的营收的话 将会跳升到新高水准 新高起跳 那时候营收表现就会非常精彩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未来会大涨的一个标的 组合股休兵的话 那这种生计文创股 我认为就会有一个 替代而上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这边要开始做 全方位的布局 当然背中文件股最强 比如说光洁 今天涨了9.3% 再创新高 会员已经赚了23% 那三人获利 看起来已经垂收可得 那大益的部分 今天涨了7.3% 也再创新高92元 即便是分盘交易 都是照样强势飙涨 今天会员已经赚了22% 三人获利 应该也是垂收可得 这种都是组合股 都非常的强势 那再来 有一档低档刚上来 而且是低价股 每个人都可以买 而且都可以买很多 那空间很大 而且是新的题材 这种是未来的新的趋势 新的组合题材 脸部便是 双方标股2号 因为股价位于低档 那刚刚 刚刚前天第一根起涨 昨天整理一下 今天再涨6% 创波段的新高 非常强势低档 才刚翻上来 那营收的年增率 都超过五成 而且并且 我刚刚解释过 人脸便是未来 尤其是在安控的部分 它会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在电竞上也会用得到 在手机上也会用得到 在你的notebook上面 都会用得到 在你的居家生活 都有可能要用到 人脸便是 未来这个市场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人脸便是的系统 刚拿下东京奥运的 人脸便是的大单 所以代表就是说 它的技术 是受到国际级的肯定 未来营收的动能 非常强劲 同时电竞产品 生意也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推估未来 大概这个月 准备要涨回高点 再创新高 从上次拉回整理两个月 这次再涨回高点 至少有超过五成的空间 超过五成的空间 所以上个礼拜五 如果说你有把握 那时候我说 给大家体验的 电阻索马股 就是光洁 那时候才连四十块钱都不到 如果说你有把握的话 你至少赚两根掌平板 同样道理 同样这个道理 索马标股二号 我认为就开始要标了 所以今天呢 这档刚起涨的标股呢 再给大家最后最后最后 三十个名额 只要你来电就可以体验 那明天带你做买进 带你做布局 等到标上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会员 一起享受标涨的乐趣 最后三十个名额 把握机会吧 祝大家收视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